非但从天而降 建筑高楼炸出巨大火光 建筑外火光狂窜 浓烟密布 满地瓦利残骸 四周一片灰暗 乌克兰周五遭受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 从首都基辅南部大城奥德萨 到西部和中部城市 全境都受到攻击 警报声响不停 天空到处都是烟雾 街上满是爆炸残骸 路上车辆全受损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透露 俄罗斯发射约158枚巡弋飞弹 匕首飞弹和大量无人机 几乎动用所有类型的武器 针对乌克兰工业和军事等重要设施攻击 不少住在大楼和学校也遭到摧毁 中部城市蒂涅波罗一家妇产科医院 也被击中 外墙被熏黑 一家购物商场也被炸得满目疮痍 乌克兰外交部长还说 数以百万的乌克兰人 都被巨大的爆炸声吓醒 目前至少31人死亡 160多人受伤 恐怖火光冲天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舰 三天前被完全炸毁 外界怀疑这可能是 俄罗斯突然大规模空袭乌克兰的原因 波兰政府还通报 有不明物体从乌克兰边境进入波兰领空 疑似跟这场袭击有关 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透露 将紧急运送约200枚防空飞弹 援助乌克兰 以提升防空能力 记者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